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醒在山区活动的民众一定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 另外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台风梅沙 现在已经减弱成为中度台风 它是持续朝着菲律宾的方向前进 目前距离额软比东南方1700公里以上的位置 而且从今天开始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北海岸还有东部以及恒春半岛还有西南沿海地区 都会有长浪发生 浪高最高可以达到三公尺 提醒民众前往海边玩水要注意安全 而且连续几天的高温到了明天还会更热 我们就再从下一张地面天气图 带你来关心明天各地的气温状况 从地面天气图上你可以看到 今天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笼罩之下 而且明天风向是持续吹偏南风 所以明天白天北中南 最高温都可以来到30度以上 尤其在台北市地区 明天最高温更可以来到34度左右 感受上真的好热好热 但是要提醒族人朋友 入夜之后温度又会再往下掉了 找出晚归一定要适时的 整检衣物才不会感冒了 至于更详细的天气资讯 就带你来看一下海气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steht lemon 第3月check的红色 这个是真神的 可以带你来看一下海气性 你可以转 Wal-430 兰元前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温度会比今天更热 白天外出最好要做好防晒工作 另外在中部以北的山区 午后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 很容易有雷震雨的情况发生 而且会造成吸水暴涨提醒主人朋友 中午过后尽量不要前往西边玩水 也要注意道路上的安全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连续假期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气象预报